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王老师的汉语课堂。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误文字的常用字。 在学习新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以前选的就是造字法。 汉字的造字法有几种?对,四种,哪四种? 很好,分别是象形,只是会语和其声。 那现在,老师给大家误误的汉字,同学们来练一练,他们分别属于哪种造字法。 好,哪个是象形字?对,牛是象形字,只是字呢? 对,是鸢,鸢,表示刀最锋利的部分。 哪个是会语字?对,是铜,表示一个人跟着一个人。 最后一个字是形声字。 它读什么?对,辅,很好。 那辅的上面辅表示的是它的发音,下边的筋是它的意思。 好,在我们复习之后,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它是什么?对,它是牛。 那这张呢?对,它是一只鸟。 好,那它们都是用什么做的? 好,同学们很聪明,是木头。 我们叫它们木雕。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字就是木。 这是这样的木字。 木的上边是树枝,中间是树干,下边是树根。 你们来猜一猜,木的造字法是什么? 很好,木是象形字。 那以前到现在,木的字形已经发生了变化。 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来看看, 木是如何进行演变的。 。 好,这是现在的故事 同学们数一数,它有几华 对,四华 那现在我们来一起写一写 红,树,撇,纳 很好 好,我们来看这次 它跟木一样吗?不一样 树上有果子 所以这个字是果 跟我读果 那这是苹果 这个呢,梨 它们都是水果,很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梨字 这是什么树 梨树 这是什么花?梨花 好,那梨是像熊字吗? 梨的上边,利是它的发音 下边是木,是它的意义 所以梨是 对,梨是行生字 梨是生旁,木是行旁 那梨长在什么?上 对,树枝 跟我读树枝 树枝 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枝字 左边是木 右边读什么? 对,读枝 所以它是行生字 很好 那我们看树 树是行生字吗? 有的同学不知道 有的同学知道 老师告诉大家 右边的对字的古字 也读树 所以树枝都是行生字 好,那现在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猜发音 这是什么树? 梧桐树 猜对了吗? 这是什么花? 梅花 猜对了吗? 那我们现在 带来学习木不字 常用的指示字 看,这是木 当有一点指向了树根 所以这个字是本 跟我读本 意思是根本 根源 那当有一点指向了树梢 这个字是 墨 跟我读墨 那你们认为 树根和树梢哪儿比较重要? 对,树根比较重要 那老师教给大家一个成语 本墨倒置 意思是 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是 颠倒了 那我们做事情 不能本墨倒置 好 汉字是不是很有意思? 那我们来学一个更有意思的 这是 木 那两个木是什么? 对,是林 我们说树林 那三个木呢? 那三个木呢? 对,是森 跟我读森 因为汉语当中 森代表的是多的意思 所以 很多树在一起 就变成了森林 那 看这个字 一个人他累了 他靠在了树上 他在 对,在休息 好 那现在 我们也来休息一下 我们来玩一个 汉字孔明灯的游戏 同学们来找一找 我们刚刚学过的 汉语字 好 现在老师开始放灯 好 同学们都找到了吗? 汉语字有 林 森 修 很好 那今天呢 我们学习了木不字 常用字 现在我们来回忆一下 这是木字 二用成林 那很多树木 在一起呢 是森 那 这是什么字 对 这是 修 林 森 修 都是会字 我们还学习了主制字 本 木 学习了一个成语是 本木 道志 我们还学习了一个 象形字 我 和形成字 离 那 离长在 树之上 也是 形成字 好 这是我们今天所学的汉字 大家都记住了吗? 那我们来留一下今天的作业 请同学们找一找书中带有 木 的汉字 并记载本子上 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下课